今天我要談一個普遍現象 學生常常說 我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適合讀什麼科系 我找不到自主學習的題目 好,這種不知努力的目標 是所謂的欠缺方向感 這些媒體報導說 不少年輕人欠缺方向感 沒有工作或學習的動機 還給他們取了一個稱號 叫做飄浮的世代 賴夫總統最近跟年輕學生座談 竟然有許多學生表示他們想當躺平族 這些沒有方向感的人整天無所事事 表象看起來很輕鬆 其實他們的內心是空虛的 我認為他們過得也不舒服 究竟要如何做才能讓自己活得充實呢? 我分三點說說我的看法 第一個,快樂有短期的快樂跟長期的快樂 短期的快樂比較偏向港觀的享樂 要如何能擁有比較長期的快樂呢? 最好是從事自己感覺有意義的事 憑藉你的專長去做這件事 自我成就跟滿足感就會 源源不斷的提高 第二個,在學校裡面 幫助我們的孩子找到他的天命 比數學能否考一百分更重要 不是說學科不重要,考試不重要 這些一定很重要 因為學好這些科目不僅是基礎能力 而且還是能否闖進下一個學習階段的必要條件 但這些都是歷程 我們必須明白真正的目的是哪裡 否則歷程一點也不重要 當我們找到一件覺得有意義的事 我們會願意廢勤忘死為他付出 遇到不會的地方會主動去學習 並且能夠從中感覺到滿足快樂 通常這些有意義的事都帶有利他性質 第三個,改變世界沒有想像中偉大 也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我覺得小題大作是一個可行的切入點 比方說,病後人生這個網站的創辦人 羅佩奇 他以他自己的經驗發現 一般人生病後有好多事情要處理 而且每一項都非常的繁雜 因此呢,他利用時間做了一個網站 歸整政府的醫療資源 把生病後該知道的事寫成一個 資訊懶人包 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自助而且助人 最後我的結論是 機會存在於 需求還未被滿足的角落 只要我們用眼觀察 用心體會 到處都有得忙 或許在那尚未充分滿足的角落 你的天命就在那裡召喚這裡 我是有言校長 眼璇好學員下次見